经常性的大粉尘工矿应该选怎样的吸尘器呢 必选带自动抖沉的 不然吸力衰减的很快 还要频繁的手动清理旅行 用着身心疲惫很累赘 不妨来看看 博士的35升工业级干湿两用吸尘器 GAS35L AFC AFC特指它带自动抖沉 它还是台红标的重载机 它的抖沉方式有别于常见的 通过敲击滤芯的清理方式 它是通过气压反冲的原理进行清理的 正向吸尘时粉尘会被负压 一路带到滤芯这里 但是滤芯只让空气通过 粉尘就会附着在滤芯表面 积累的多了就会造成阻塞 最明显的就是吸力下降 此时电机也会被负压反噬 过代运行发热量激增 肯定会对电机有所影响 反冲抖沉则将高压气体 从滤芯的一侧原路反向击回 因为是从粉尘的最内侧的附着面 用高压气体反向吹离的 所以它对有强附着力的粉尘 有更好的清理效果 也能更轻松地做到对整个滤芯的全面清理 反冲抖沉有一个独立的开关 开机时它是默认开启的 每15秒会自动启动 每回是三次的连续反冲 它还会根据阻塞的情况自动调节力度 而犀利的调节也有个独立的无级调节旋钮 反冲的力度也会根据犀利的大小自调节 还没完 关机的时候还有个连续的反冲 来做一个最后的收底清洁 重粉尘工况 比如墙面打磨 木工切削 水电开槽 就可以一直开着 其他低粉尘工况 可以根据犀利的衰减情况 开一会就行了 毕竟这玩意儿 咚咚咚的还是挺吵的 35升的超大集成舱 活干完了可能还有一大半的容量 作为不挑神的干石两用吸尘器 它是通过这两根基础碳针的导电性 来判断液体容量的 当液体容量达到预设值时 这两根基础碳针导电连通 此时电机就会停转 所以不用担心液体会侵入电机舱 损坏电机 它的最大液体识别量是19升 集尘舱也支持使用多种集尘弹进行集尘 随机配送的一干一湿两个垃圾带 不过使用垃圾带 它的最大集尘量只有19升 但是能延长滤芯的寿命 舱内的垃圾也能直接打包处理 避免二次污染 也能保持舱内卫生 主打的就是一个干净省心 还能省大现在就是联动吸尘 只要把有线工具插到这个插座上 总开关扭着左侧 工具启动它就启动 工具干活它就在旁边默默的收集粉尘 工具停它还有15秒的延时吸力 收尾清洁 再也不用反复的手动启停吸尘器 注意力就可以完全集中在作业内容上 省事又省力 插座是一个2加3的5孔插座 需要注意的是它最大支持2000瓦的工具 而最低只能识别100瓦的工具 所以在这个工具区间内的设备 都能使用联动吸尘 还能省心的就是它的上台面 集成了LBOX的堆叠锁定扣 博士的LBOX工具箱 可以直接锁定堆叠在上面 不占地方 一套工具 一套吸尘器 完美的组合 而且所有的吸尘配件 也都有对应的收纳位 不管是存放还是出货 整整齐齐的一整套 好整理好收纳 随时standby 配合底部的滚轮组合 运输转场也事半功倍 还带锁纸装置 它的性能也十分强劲 最大真空吸力是23000% 最大空气流量是每秒36升 也就是说不到一秒钟 它都能将整个集尘舱填满空气 用最大吸力把液体吸满 看来需要多长时间 用的是这种折叠滤芯 它的展开面具是0.615个平方米 它的最大吸尘功率达到了1380瓦 加上前面的2000瓦的联动吸尘 它用上了16A的供电插头 3乘1.5平方的电源线 6.7米的长度 加上前面5米的软管 还有12米的作业板件 大场地也能轻松hold得住 所以经常性的大粉尘工矿 我很推荐这台GAS35LAFD 省心省事省电还好打理 绝对是你低沉作业清洁打扫的弦内柱 好了 我是巴哥 记得关注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